國中的時候就接觸到了任天堂 那簡直是天雷溝動地火啊 念資工系呢就千萬不要去考證照 證照對資工系來說是完全沒有用的 大家好 我很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呢 來參加這一次的這個IOH 我是長庚大學資訊工程系的系主任 我叫陳仁輝 很高興在這邊跟大家見面 今天我來這裡呢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來告訴大家 資工領域呢 到底是有多有趣 我是民國六十年次出生的 那我在很小的時候 就很喜歡去摸索像電動玩具 那究竟會這樣子呢 就當我覺得說 這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有趣的事情啊 你看我們平常在讀那些這個歷史地理啊 都比較沒有辦法讓我們看到這種視覺化的東西 可是呢電動玩具就讓我非常非常的興奮 那就跟我從這裡呢我就解下了這種 對於電玩啊動畫啊的這種這個關聯 那也埋下了一個小小的種子 那那個時候國中啊被就是分到一段班 然後呢這個老師啊就是用那種高壓式的 這種填壓式的教育 但是呢跟我的個性啊就差了很多 國中的時候就接觸到了這個任天堂 喔那簡直是天雷溝動地火啊 我一看到任天堂簡直是瘋了你知道嗎 就有點像現在喔 我們這個資工區或者大家見到 見識到AI啊打敗人類那種感覺 那那個時候呢因為第一次任天堂啊 這個做的是這種video game video game小小的一個那個紅白機嘛 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 那這個紅白機呢插一個卡夾 我最先開始在玩的時候呢是馬力歐 就是馬力歐在那邊跳跳那個磚塊 然後跑水管裡面 然後還配上那個聲音 我還記得就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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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打怪 然后储存经验值 然后成长 然后呢 今天玩累了 它还可以储存起来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 奇怪 我们以前在玩青蛙过河 或者是玩很多的东西 都没有这种储存的概念 哇 我那时候简直是 热歪了 就在想说 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 到底是怎么做的 因为那时候没有网记网路嘛 不像现在 那那个资讯 要获取这些资讯 的唯一的途径 你去找图书馆 图书馆就没有跟你讲 这个东西 找不到这种书 那怎么办呢 你就去找那种 像PC Home 或者是电脑的那种 相关的杂志 或者是最新的一些 Game的这种报道 那像当时的那种杂志 也没有很少 那个在这种资讯上 获得啦 取得了这个方式 就不是非常的 足够 那就又开启了我另外一个 就是怎么找资料 有了那个动机 他就会驱使我 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去了解 然后慢慢的接触到说 哦原来电脑是有记忆体的 那电脑有卡夹 卡夹 它的那个红白机里面呢 它是有记忆体的 然后呢 完了这个马力欧呢 我就发现 它有前景跟背景 那我就开始越来越 越投入 然后几乎呢 都把学校的功课啊都丢到一边去了这样子 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会主电脑 这个各个电脑整个零件怎么拆开来怎么弄 有问题都我都会 然后安装软体啊什么我都会 我当初考这个联考的时候 然后总分是三百五十几嘛 其实我也知道我的分数呢 实际上是可以上一些 比较算中段的或后段的这种国立大学 可是呢 当时呢 大家填志愿一定就是台大所有志愿全填完 然后呢 再填清华 要不然就在填交通 但是我的填法呢 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非常的笃定 我一定就是要学那个电脑 其他的我都不喜欢 所以呢 我就很这个大胆的就填了三个志愿 分别是台大志工 教大志工 然后呢 就淡江志工 就填完果然就是淡江志工 而且还比淡江志工的那个 入学门槛还高出了大约快三十分 这样子 但是呢 我一点都不后悔 因为我可以分享我个人的经验给大家 其实以我现在的这个发展 其实你只要选对了科系 未来你在做这个人生的发展上面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现在很有名的像祖克博 Steve Jobs 对不对 好 那微软的那个比尔盖茨 这些人啊都没有大学毕业 连大学都没有毕业 都去上大学 然后呢 念了一年 甚至大学一年级呢 就不念了 就辍学了 那贾博士你们晓得吗 贾博士 其实呢 他最喜欢的就是 做那个电脑的牌制 他很着迷哦 我看了他的这个故事 其实蛮感动 他就有点像我这样 就对一件我喜欢的事情 就蛮着迷的 然后其他事情 我都不想管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成功的特质 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呢 就是在想说 将来如果我要创业的话 或者做电脑的话 我必须要有一些资金 所以我就去 像暑假的时候 跟别人不一样 我就去推销啦 卖电脑啦 OK 去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推销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我开始就开始懂的 说其实 不光只是技术哦 你光有技术还没有用 你还要懂得 各种各式各样的人 怎么跟人打交道 像我们现在啊 资工的同学 还有很多啊 都在跟电脑打交道 都不知道怎么跟人讲话 这样我觉得也是不太行的啦 所以你要懂得知道说 怎么样跟人相处啦 做各式各样的去接触 但是呢 你的目标呢 不能改变 也就是说 你有兴趣的东西 你自己要去探索之外 跟那个东西最后要完成 他有一些相关的东西 你都要去摸索 所以我就去参加了 像推销这个Sales 我有去参加股友社 操作那个这个股票嘛 玩期货啦 什么都我什么都做 那期货后来又连结到 程式单交易嘛 电子交易 写Program 用电脑来帮我们 写演算法 然后呢来判定 那个股票的高低 然后来做交易 你看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电脑 这个的发展 其实它有非常多的面向 在外面呢比方说当Sales 参加股友啦 等等 其实我梦想就是 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 创立这种动画 动画公司或电玩公司 都可以 OK 但是呢 如果你要做到 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当时发现呢 其实这个大学里面的老师啊 全部都只会教教科书的东西 从来也不会去鼓励学生说 我们要创业 去产生一个这个 开创一个公司 不像在美国 在美国的话 他们的这一个东西 就非常的 大家都有很有想法 那我就在想啊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呢 就是我占了一个职业 就少了一个 那这样的话 在学校里面就有一个老师 很特别会鼓励学生创业 对不对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当表帅好了 我来做这件事情 那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 其实说在我的心里面 还是有那种 想要创业的这种想法 那创业的话 而且可以培养年轻人 带着他们 去做这种创业的 我觉得大学老师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位 毕竟在我们台湾 这方面是比较少的 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后来我就走到了教职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这样 投入资讯工程 大约也三十年了 那这三十年呢 就手机来说 第一代行动通讯就是类比的 第二代行动通讯就是数位 第三代行动通讯就是 连接把手机呢 跟电脑的这个网路 连接在一起 第四代行动通讯就是大频宽 那从我过去 一开始的电脑 它就是计算机 就是解决数学的问题 所以当时呢 都是实验室的玩具 它真正来应用的 只有真正在懂电脑的人会用而已 其实对于其他人来讲 电脑那是什么东西啊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所以大家都不了解 对吧 那一直到后面呢 电脑开始补及的是 就是你想想看 就叫做什么 那个套装软体 Microsoft 它就推作业系统 卖套装软体 你看 套装软体 从Excel 帮你做试算表 会计统计封了 他们就哇 这好好用喔 真好用 我就不用整天在那边按算盘 算盘丢到一边起 再来呢 Word 大家就开始打了 然后呢 PowerPoint就做简报 你看 就是他们就在卖 套装软体 对吧 好 所以呢 这个数位化呢 就开始走到 这些公司行号 去做文书啦 做这些 但是呢 还没有发挥 电脑真正厉害的地方 其实电脑 它可以帮你寄 运算很多的东西 实际上 这个都还停留在实验室 那到了后来呢 发明了电脑网络 网络呢 就是把所有的 独立的电脑 全部把它串联在一起 那串联在一起 有些运算能力强的 就是当server伺服器了 那有些呢 就是client 就在底下用了 当你需要运算能力的时候呢 就送这个request 给那个远端的电脑 就是伺服器 让它来帮你运算 运算回来 把结构告诉你 后来慢慢的 电脑呢 就大家都上来 手机行动 这个行动通讯 手机上面有data 就可以取用很多的 你看像上面有镜头啦 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全部都可以取用 对吧 所以电脑呢 就开始跟网机网络 全部都连接在一起 也跟手机接在一起 手机呢跟人 把所谓的这个 类比的世界呢 慢慢的 逐步的把它变成数位化的世界 它背后有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就是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当我们人 有需要的东西的时候 它才是真正最大动力 去驱动 大家去往那个地方去远伐 因为你研发了半天 没有人要用 对社会没有帮助 这样的科技根本没有用 资讯工程啊 其实大家一开始都觉得 它就是一个像计算机 那当初命名都命名的不好 就叫做电算系 或电子计算机学系 那大家都说电子计算机 可以念四年 这也是太厉害了 但是其实呢 实际上是错了 因为你现在看到的 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 它叫data reputation 看到影像 看到我的声音 听到我的声音 看到文字 甚至下面会有旁白 那这些其实呢 都是数位的资料 其实它背后就是0101 然后靠的就是电脑运转 电脑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既是资料 也是一个operation 或者是各式各样 就看你怎么解释它了 一样都是0101的数字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解释成数 这个资料 它就是资料 你把它解释成指令 它就是指令 所以为什么 大家没办法理解 这个记忆体里面都是存放的这些0101 但是它却可以做出这么多的这个变化 2当那个基底嘛 那如果你有10个bit的话 2的40的话就1020 那这个就是1020这种 这种排列组合的变化 那这种排列变化 实际上对电脑来说 是分得开来 它觉得是 但是换成是人的话 就不太能够去做这样子的处理 那电脑里面最核心的 应该是它的演算法 也就是它的算法 那那个算法呢 它可能在处理某些特定的事情的时候 它有特定的解法或算法 这个我们就称在电脑里面叫演算法 演算法应该是 computer sense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从一开始的说要怎么样 要推数位化 这个数位化 国家不是有一些很重大的一些 这个计划做数位典藏吗 对不对 把所有的文件的东西 类比的转成数位的嘛 然后把它储存起来 这样就可以永久保存啦 它不会因为那个纸张 这个久了一百年后 它一百年后还是data嘛 对不对 如果我把它转成数位的话 所以它就可以很好的 就把它保存起来 存起来 那这个数位化呢 这个过程 我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们资讯工程系的或电机的 这些很懂数位 可是一般大众对它们来讲很陌生 一直推到现在2020年到今天11月13号 还是有很多的公司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数位化 它第一个面临到的挑战就是 可是这个数位弄进来了 会不会对我的企业产生了一些伤害呢 或者是我花出去的这些成本 到底对于我这个企业来说有没有帮助 甚至他如果认识了这个数位化的好处之后 他可能会觉得 那我传统产业 我没有这样的能力 那可以请政府来帮帮我们吗 那这个数位化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它不只是这个数位化的系统 通常我们买了一个数位化的东西 到你的家里 或者是到你的公司去 难道这就数位化了吗 不是 我们发现其实从上面的领导者 它在这个思想 包括了数位的后面的这个系统 全部的软硬体全部都要做 才是真正的数位化 所以现在国家在推数位转型 其实就是做数位的升华 也就是要把这个数位这个好处 带到生活中跑到企业里头 那对于国家来讲 一个国家里面它数位化的程度越高 就表示国家的软实力 或者是一个对于在21世纪的一个竞争力 我们都在看这个这个指标 一旦这个做了数位转型 各行各业都需要数位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他们要什么 当然要职工的啊 就不用想了 这就是狼海了对吧 台湾就是一个岛嘛 即使你 你想要 不想承认它是个岛 但是它事实还是一个岛 那我刚刚前面有讲过就是说 科技始终于来自于人性 对不对 那你呢 一个产业 你知道吗 要上中下游各种产业 要把它形成一个产业 这个样子才有办法去驱动 那台湾现在面临的一个困难 就是说市场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台湾 要立足台湾放眼全世界呢 因为全世界的市场都在外面嘛 美国的市场 中国大陆的市场 可是又很尴尬 你到了各种不同的市场 就好像离开自己的家乡 那边就有他们的政治 不同的人 对吧 所以你即使有技术又如何呢 人家不让你进入他的市场 那你也是白做嘛 就台湾来说 其实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这个人数不算特别的多 虽然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呢台湾呢也可以好好的选择 像现在我们台湾就是以制造业 反正你就制造一个东西出来嘛 你只要做工系 跑到好 效能好 实际上是可以行销全世界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个app application 这个app application呢就牵扯到人文啊 或者是语言啊 或者是使用的习惯啊 文化啦 哇 那这个就不太容易行销全世界了 因为每一个世界 每一个地区有他们自己想要的 那这里面呢又有是偏好了 所以目前以台湾的这个技术来说 台湾人才绝对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但是呢就商机啊还有那个产业没有办法support某些高端的技术的人才 所以他们都会跑去像美国就业 常跟资讯工程系分为四大领域 第一个呢是资讯系统 就是资讯啊做一个大型的软体 它就是一个资讯系统 那第二个呢就是计算机硬体啦 那就是计算机架构 做computer的那个像chip cpu或者是它的那个设计design 那这个呢并不是完全是这个电机的专业 因为里面soc 然后做晶片的内部的架构的设计 这个也是我们重要培养的一个领域和方向 第三个呢就是电脑网络了 电脑网络就网机网络 无线网络 无线通讯 然后呢这些演算法 然后包括了现在最红的物联网 第四个就是电脑演算法跟这个人工智慧 那因为人工智慧它是算是电脑演算法的其中的一支 其实电脑演算法有各式各样很多的不同的东西 像专精在效能啊 这个流程的控制啊等等啊 或者是算法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常跟资工所主要研究的四大领域 大学一进来第一年呢就是做基础工的这个打基础 那这个打基础呢就是物理 微积分 移散数学 还有那个计算机这个概论 那计算机概论里面呢 就是写电脑的这个程式语言 三学分 但是呢上课上五个小时一走 我们都配了很多的助教 会这个手把手的教同学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有些 可能常常从高中毕业嘛 背多分我都知道 那你们背了很多 但是呢还没得分 OK 那这个我们呢会带你去写那个程式 让你们不要害怕 那我们随时都有助教 所以第一年呢大概都在打基础 到了第二年呢我们就有资料结构 然后先进代数 因为其实我们的电脑后面呢 都在运算数学 包括演算法 然后资料结构与演算法 这都在我们大二 那大二呢还有计算机架构 带同学认识电脑的硬体 还有数位电路 告诉各位怎么去量测 这些数位的讯号 OK 还包括类比的讯号等等的这些 都在我们大二的 那当然我们还是不忘 就是要给多位同学 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同学毕业之后 能够都当大老板 当大老板最主要目的就是 未来可以捐款给我们啦 那让我们这个资工系 发扬得更好 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很努力啦 很努力地培养各位同学 那所以呢我们就会让你们 去修智慧财产权权 还有领导统育 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 人文的培养 到了大三之后呢 因为有配合软硬体专题 这个软硬体专题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呢它要去结合食物的东西 要做出一个系统 一个system 那它要组合很多的component 到了外面毕业之后 人家公司一看 其他的学系呢 都是像教科书一样造本选科 可是我们的学生一毕业啊 都具有一些实战的经验 那它在职场上呢 就非常的吃香 到了大四呢 就多了一些advanced的 这些选修课 包括了computer vision 电脑视觉 物联网 这些都慢慢地要培养同学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想要去做更advanced 做更先进的这种研究的话 那我们大四有一些选修课 大三的时候上学期呢 同学就可以开始 我们会安排老师跟同学们 介绍他的研究 会让同学呢 增加师生之间的了解 因为同学平常都是 老师就上课嘛 你只知道老师 这个老师上作业系统 这个老师上资料结构 那个老师上线性怠数 智慧数学 不是 实际上他们做了很多东西 那像我们教线性怠数的老师 他就是做生物资讯的 做DNA序列的这个运算 然后就看看你有没有疾病啊 会不会有遗传性的这种东西 都靠电脑来帮你算 以前都做实验 做到这个熊猫眼 然后呢 就是很可怜 现在有电脑 如果你会的话 你就叫电脑去做就好了 你就去睡觉了 OK 好 那我们就会在大三的时候 安排一个这个讲座 那围棋呢 大概是两天的时间 分两场 然后呢每个老师会介绍10到15分钟他的研究 让同学了解 那了解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接触看跟老师谈一谈 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专题 那那个专题呢 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 所以我们一定要四个人 四个同学或三个同学这样 不能有单独一个人去找老师 我们不接受这样子 最主要就是培养同学这种团队合作 因为毕竟你将来出去 不可能一人公司嘛 你一定要跟别人合作啊 相互合作 那到了这个大四的时候呢 就是第三个学期 因为大三的上学期 大三的下学期 两个学期 大三的下学期就开始进行了 上学期是磨合 就是去找你有兴趣的题目 然后呢大三的下学期 就开始进行这个专题 那我们有报告 然后呢到了大四上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毕业专题成果展 那我们会请外面业界的 知名的总经理啦 或者是重要的这种科技界的大佬 来看一看我们同学的这个表现 同时的大分数 其实资讯工程 其实四年不算长啦 等你学会了一些基础的工的时候 差不多已经到大三要大四了 你只剩下一年了 软硬题专题它就是做一个系统 你写程式语言只不过其中的一项工具 你写作业系统也只不过理解了一下 这个一个硬题它需要一个作业系统 当这个界面的 那你学了这个Compiler或者是 这个编译器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程式语言其实 它透过Compiler或者是Interpreter 来让这个电脑理解 你所想要表达的事情 然后叫它帮你做事情嘛 可是呢 大家都在一个大学的教育里面呢 一直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叫做系统 系统它结合了很多的Component 全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 而且还要有一个应用的场域 这个场域呢 你在开发这个大型的这种作业系统 或者是大型的软体系统的时候 你才会碰到的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教科 即使有教科书告诉你这个东西 你也是不懂的 当你做了总统的时候 你才知道做总统要干什么 你没有做过总统 你根本就不知道总统要干什么 暑期时期是我们长根 算是一个特色啦 我们的理念就是 你在学校三年学到了一些东西 那你如何跟外面的业界 让你去有一个体验 有点像那是体验营这样的概念 但是它也不纯粹是体验营 一点也不轻松 你要去要写报告 要写各式各样的东西 然后呢要 我们都会跟业师搭配 然后呢会设计好一个题目 然后让同学呢去实际的运用 那它围棋就是八周 暑假的时候 然后回来呢会有一个 这个暑期实习的一个成果展 然后要做进行报告 然后我们还会选出两队 或者三队去公学院参加比赛 那每年呢我们的 长庚之公呢都是获得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这种大小不得的这种奖创 所以各位同学的表现都非常好 长庚之公系呢它有这种五年一贯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说 在大社的时候我们的规划就是跟研究所的一些课程就衔接在一起了 在这里面其实各个同学你们的都有很可能都是很优秀的科学家 或者是研究的学者 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 你在大社的时候选修一些研究所的课程的时候 发掘你的潜力 那如果你对于念研究所有兴趣的 也可以利用五年一贯去申请就是先修嘛 那这些学分呢 当然你也可以因为留在长庚 那你先修了这些课程 研究所的课程可以低免学分 所以呢你就有机会就是研究所念一年就可以毕业了 就拿到锁式 那也可以节省一年嘛 第一届的大学部的学生 你们的学学长学姐呢 就有三位 两位呢进了Google 一位进了Apple OK 然后呢包括我的学生毕业了 现在在有两位在甲骨文 在美商 那个美商甲骨文不是在台湾 就在美国在Seattle 还有那个San Francisco 再来就是 这边我们学生毕业就业啦 都到了像联发科台积电 然后这些你们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些软硬体的公司 这就是我们资讯工程系的优势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经济的基础 各种先进的研究它需要好的经济的基础 那我们长庚大学呢 现在的效务基金是六百三十几亿 非常多 那资源充沛 OK 各式各样的好的这种研究的设备都有 如果你去一些国立大学的话 它不一定有我们像我们长庚这么好的这种设备 所以它是有我们的优势之一 第二 它也跟我们这个长庚的医学院 还有管院结合在一起 因为可能有人就会就会问说 那我去台大台大也有医学院 台大也有管理学院啦 好 那我去教大 教大也慢慢的开始的去结合洋民嘛 叫洋交是吗 洋交然后呢又发展他们的工业管理 但是呢长庚之工呢 是以医学院这个起家的嘛 那我们长庚有长庚的这个医院啦 林口长庚医院的这个病床啊 是目前全世界这个第一大的这个病床 那病床术虽然不能代表什么 但是呢至少你可以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人体的这些采样样本这些资料 其实在我们长庚都是一个 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 那再加上因为 你知道促进全民的健康福祉 也是一个很很好的一个方向啦 那我们可以结合呢 比方说去对抗癌症啦 然后呢做一些帮助人类解决人类 这种病痛啊等等问题 那我们长庚之工呢 就可以结合医学院 获得这些宝贵的这些资料 然后呢去做出一些比较好的成果 我们长庚之工系呢 在研究所呢设立了十九间这个非常有特色的研究的研究室 又结合了人工智慧研究中心 那人工智慧研究中心呢 这一年投资大约一亿三千万 那再加上我们这十九间的这个特色的实验室 包括了软体硬体 然后运用无线通讯 这个网络 你所想到的像电脑视觉啦 Compute Vision 或者是基因跟基因跟医学院结合的这种实验室 在我们这里都有 而且这些实验室里面呢 都有相关的这种设备 可以提供给同学 所以你来练研究所呢 不用怕找不到相关的老师 这就是我们长庚之工这个研究所 跟能工智慧研究中心做结合 那当然啦除了这之外 我们的老师在外面的这个业界呢 都有一些很好的连结 就我所知在研究所的同学呢 都有好多这个用产学合作的方式 然后呢就在内湖科学园区啊 等等的或者花雅科学园区再上班 接任主任的时候 我就努力的一直在打造一个非常高效能的一个运算中心 所以在我们的长庚资讯工程系里头 它也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系的这个技法 还拍成了这个变成是全国就是 WinFest立台科技跟我们做了一个合作 然后设计了一个GDMS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还上了NVIDIA的一个 这个WC大会里面去做介绍 那同学在使用即不管是GPU 或者是这个BigData 或者是做一些运算上在我们这里 从投资大约累积到现在约三千万左右 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这个舍得投资的一个系统这样 我们跟那个韦恩州立大学 美国的韦恩州立大学其实有双年学位的 那这个双年学位呢有拿到就是他们的这个特别的 我们有签那个NDA嘛 合作备忘录 那我们有一些学生呢就到那个韦恩州立大学去练双年学位回来呢 同时拿一份韦恩的这个毕业证书之外也拿我们长庚的毕业证书 那同时你付的学费呢是以那一周的那个居民的那一种学费 这是很特别的 就通常你如果留学国外的话 外国人他的学费跟那个美国人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因为透过合作的方式 我们可以拿到就是美国人那边念大学的这个费用 就帮大家省了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再来我们也有跟Mini Soda有做这个暑期这个交换 也就是说这个暑期我们不是要到企业去实习吗 那我们也有配合这种就是到这个到国外去进行这个 微期八周或者是两个月的一个这样子的交换生的一个program 那我们也有跟Mini Soda就是这种交换学生 就是研究所呢念一年在长庚然后另外一年呢到Mini Soda 那州立大学去修课修一年之后再回来我们这边然后举行口试 那同时能拿到两边的这个双年学位 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在日本的岗山还有那个南洋理工大学 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 还有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这些学校有建交合作 那都可以选派到那个暑期时期的时候如果同学有兴趣的都可以去这些学校去体验一下不同学校之间的文化 那如果你念学校的五年一贯然后留下来升研究所的话那大四一年呢就是收国立大学的学费 他会把那个学大费退还给同学只要你到研究所去注册的话 然后呢我们有提供这个大学的这个入学招生的这个奖学金 那在班上的排名呢在前15%以内的同学都有这个机会可以拿到40万 那这个这40万呢这个每一学期呢就是发5万 然后总共发8个学期总共4年 这个进来之后要保持功课要在学业成绩要前百分 这个是平均82分以上 然后超级成绩也要达到80分以上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这样子 如果你要有心然后你真的很想要做进入资工领域这个行业的话 你一定要做得住啦就是说有办法在电脑前面 然后呢看那些电脑诚识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很boring 非常无聊嘛 首先我觉得啊没有办法引起你的兴趣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不久啦 也做不好对不对不用勉强自己 那资工到后面很多都宅宅啊其实就是做得住啦 要成为一位好的computer science的工程师的话 其实呢就是对于写程式呢要有一个热情 不要怕多写程式多练习多看 那现在目前呢在写程式部分因为都开源了再加上很多的function都好 很多人呢都可以让大家呢不会害怕写程式 未来会越来越多 连日常生活都可能面临到你要写程式 它就有点像啊国文英文 你必须必备的这个 所以了解一下那现在的电脑的程式语言有多样的程式语言 它适合各种非本科系的或者是不是本科系的 你只是想要做一些应用的人也可以来写 首先呢念志工系呢就千万不要去考证照 证照对志工系来说是完全没有用的 不然你就开一间公司来发证照给别人 你千万不要去考证照好不好 我在这边这个下一次呢如果我看到你们去考证照我就不认你啦 然后再来呢竞赛是一定要 竞赛是一个实现自己这个理想还有技术的一个很好的舞台 它是国内呢为了要奖励创新创刑创业的竞赛三创 那它就会举办很多类似的这种不同领域的这种技艺 那对于同学来讲 对于同学来讲 那么有一个好的创意 那你需要一个舞台然后把你的创意然后结合你所学到的东西把它实现出来 只有当你把它做出来实现出来之后的那一刻你看着它的时候才能够证明体现你所学到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认为竞赛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老师的课好好上啦 来我们常跟志工我们的课非常的杀铃 那你在就业的时候绝对不会有学用落差 只怕你没有好好学啊 然后等到你要用的时候又突然说 对喔好像某某某老师有讲过 老师在讲你有没有在听这样子 但是呢我必须要诚恳的呼吁就是说 其实除了这个课本之外你要保持一个探索的一颗心啊 那因为喔资讯这个东西呢变化非常的快 我们所能教你的都是一些基础的东西 它有很多的应用变化还有一些domain know how 实际上在你大四毕业之前假设你就想要就业的话 当然我还是建议你念研究所啦 那研究所我觉得我们常跟志工研究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可以让你去学习一些进阶的东西 然后结合domain的knowledge 这个对于你将来也毕业的时候就业的市场 是更加分的地方 资工是这样大概就两个特质 一个是你的实作的能力 你有没有去参与一些这个竞赛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成品 这是一个我们会看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临障反应还有那个逻辑 这写程式都跟逻辑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个就是想象力 这种人的同学不太有想象力 就是说把现实的东西 你怎么把它变成程式嘛 这一关就卡住了 转不过来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但是呢 怎么把它变成程式嘛 这个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 那这个那怎么克服呢 就是多看多写 多写几遍参考别人的 看看别人写的嘛 到底跟我的写的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它执行起来这么快 程式嘛才短短的这个不到20行就写完了 你一写写两三百行 还写不完 这个就是功力了 对 这个想象力要够 这个逻辑上要强 想象力要够 当时呢 在推动四肌的过程呢 有YMAS跟LTE这两个国际标准 那这两个国际标准呢 互相都有其他的优势啦 可是你东西没有做出来之前 你必须要模拟 然后知道它的效能 因为电脑它运算速度很快 你就可以把它所有的过程 还有通讯协定 它怎么运作的 你可以把它写成模拟器 变成一个我们就称叫做module 然后就把它放着 然后供要做这方面研究的人 他就可以使用这个module 那他就不需要那么辛苦的去 这个写这个东西 那其实呢 就像现在的那个资工系都是开源嘛 那其实也有这样的观念 那当时呢 做模拟器就电脑模拟里面呢 电脑网路模拟有一个 非常这个知名的叫NS2 Network Simulator 2nd generation就是第二代的 那后来现在有NS3 那那个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软体的模组啊 全部都是国外的知名大学所掌控 包括台湾连台大交大 那我们都还没有人去发表了一个模组 当时呢 我就心里面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 大家都听过最近那个很红的一个叫干大事的 这首歌吧 大家都应该很喜欢听对吧 那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说 我要干一件大事 我就带着我的三个研究生 就是用那个企业就是开公司 就是每周固定Regular Meeting 然后Report 然后订那个精度 然后排Schedule 然后就照着Round 那我就每天呢 就是从早上大约 9点10点吧就到学校了 然后晚上呢都待到 因为那时候才刚结婚也没多久嘛 然后也没小孩 然后就带着小朋友 不是 就是我的小朋友就是我的研究生 带着那个研究生呢 就是坐 然后坐到晚上11点12点我才回家 然后就这样子坐坐坐坐坐坐 突然三个同学 两个来跑来跟我说 老师我有事情要找你 然后我做什么事 他说我想换指导老师 然后我就很难过 就想说我这么辛苦 带着你们 然后告诉你们 那个企业里面在做妆碍是怎么做的 可是小朋友啊 就是研究生他们就 就吃不了苦 就觉得别的实验室怎么都那么happy 大家做happy实验室 就觉得我们实验室这么挑灯夜战 还要debug 这三个研究生 就只有一位他觉得还好啊 这一位同学呢 现在在内湖科学园区已经开公司了 那另外这两 另外两位要换指导教授呢 我就很难过了 就让他们考虑 他们就自己去找老师 后来过了一个 四天吧 四天还是三天 我有点印象模糊了 因为太难过了 我都忘记了 然后他们就来说 老师我们后来考虑 还是继续跟老师做好 然后我们乱玩了以后呢 后来呢 就成功的发表全台湾第一个 NX2的那个 YMAS的模组 那这个YMAS的模组呢 后来 包括这个教大 这个台大 他们都有来看 就是他们都想要来看看 全台湾第一个能够在NX2上面成功发表这个模组 然后做出贡献的人是谁 另外那两位学生啊 一毕业都不用都不用念事就直接去了去了那个教大念博士班了这样子 后来大家也都因为这样子就知道 那个长庚之工啊 那个做模拟系的就去找那个程教授 其实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啊 当然一样是电玩动画 CG动画 然后这个制作啊 然后电脑的那个软体的系统 那再来就是感测啊 物联网 然后工业4.0 人工智慧 然后Computer Vision 从大学开始结束一直到目前为止啊 我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小螺丝钉吧 就看你这小小螺丝钉是摆在什么样的位置 如果摆在很重要的位置的话 那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OK 那其实这个资讯变化的非常快 它跟其他领域不一样 你想想看才短短的 从1990年的那个个人的这个电脑 在1990年中嘛 才刚好有这个286 386 486的电脑 那个这个X86的那个电脑硬体架构 然后那个时候呢 还是DOS DOS其实就是文字界面嘛 对不对 下Command Line 然后来到图形化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图形化呢可能不重要 可是后来谁知道啊 这个电脑的发展的速度这么快 对不对 以下来就改变 然后从Windows Windows这个95 96 然后98 然后Windows2000 一直到现在 来这里呢 你自己也要心里有一点准备 就是接触新颖新奇的东西 但是呢 你也要心里准备就是要随时接受最新的一个这个科技 最新的技术 脑筋要灵活就对了 你的脑筋一定要很灵活 总归呢 总归呢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觉得我是在学习 不是你们在学习 其实老师也在学 我一直都在学新的东西 这样子我才有办法告诉你们 现在又有哪些新的东西 不管你要做任何行业 OK 有心最重要 有没有兴趣最重要 再来就是你有没有恒心 你会发现其实有没有恒心去把一件事情做完 它是占了成功要素里面很重要很重要 而且占了一个比例 是非常大的比例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那我觉得在这个现阶段的这个未来世界 其实是这种能够适应这个环境的人 才能够真正的存活下来 其实呢 达尔文的这个演化 它是对的 也就是说 真正能够适应世界的变化的人 才是未来能够活得久活得好的人 所以千万不要被一些小小挫折 就这个打败了 反正你把它当成贝多芬的那个 打怪打输 没关系我再打一次 这样就好了